嗨大家好,我是小谢 今天呢给大家讲述一个黑心房东的案例 那这个案例呢是由一位台湾网友呢投稿给我的 这个朋友呢他是遇到这样的事情 就是他在一月份的时候呢 从台湾来到新加坡工作 很不幸的就遇到这样一个黑心的房东 故意的拖延,不给他报地址 最终导致他14天拿不到Wopperme 不得不面临就是离境,一定要出境回去台湾 那更加过分的是呢 这个屋主呢到现在还在扣着他的租房子的一个月押金 还有剩余部分的租金 到现在也没有归还给他 尽管他已经想了各种各样的方式 包括跟这个屋主沟通啊 然后这屋主也不要理他 然后呢还有就是他去找HDP建屋局 然后也有找小额法庭 然后也有打电话给消费者协会啊 有找了很多的途径 他也想过要啊就是想要就是找朋友 去找这个屋主去理论一下这样 那所有这些方式都尝试 但是到现在呢很遗憾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而这个事情已经是过去了一个月了 所以嗯他跟我讲这个事情 嗯其实是1月份就跟我讲了 为什么今天分享出来就是 呃因为到这个时时点呢 我们就已经验证了 说这个屋主确实是故意的 是故意为之的 然后嗯那这位朋友 他是希望通过我这个平台呢 分享出来呃给大家知道 确实是有这样子的租房的呃 陷阱存在的 他是希望能够警示到大家 嗯就是提醒呃外来物工者啊 在租房子的时候呢 要当心嗯不要掉落跟他一样的 这个这种黑心房东的圈套当中了 那呃我今天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 呃我我不会披露这个呃房东 他的个人信息 包括他的名字电话号码 呃具体的这个房子的这个地址 呃因为这涉及到隐私嘛 我也不想违法 那也是就是呃希望呢 各位在看视频的朋友 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 啊或者说你自己找到了这个 嗯这个这个原文发帖 呃大家也不要去啊传播 或者就是去传播这个物主的个人信息 那嗯我呢今天主要分享的一个立场呢 是我认为说这件事情呢 对于这个房客本人呢 是非常不公平的 是很不合理的啦 这样子对他来说很不公平 我觉得这样子对待外来物工者呢 是很糟糕的 因为新加坡今天的发展呢 也离不开这些外来物工者的贡献 呃那我尤其是以我一个新移民的角度 我们也是这样子外来物工者的这个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嘛 那可能我们会好一点点啊 可能我们从事的是就是白领的工作 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太太多的差别 因为都是这样子要过来租房子一步一步熬过来嘛 那我是觉得说 呃如果有这样的黑心物主的存在 确实是会给外来物工者造成一些很不好的印象 那新加坡是一个很美好很和谐的国家 我觉得不应该由于这些黑心的房东去破坏了新加坡在国际上的一个声誉 那我也希望看呃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是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上升到 就是一个什么制造不和谐啊 什么拉民族民族仇恨 就是不相干的这个东西 就是只是碰巧今天我分享这个案例 是新加坡呃新加坡当地人呃房东了 我也会分享一些其他的案例 是可能其他国籍的房东 所以这个事情不相干的 不要不要去上升到什么东西动不动上升到 什么什么拉民族仇恨什么这个层面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不合理的事情 我们要揭露出来 有什么嗯问题产生 我们要去直面他不是去逃避对吗 因为呃新加坡是一个很美好的国家 然后也是我跟我的将来的子孙的家园 我也不希望他变成一个呃别人谈起来 好像就是印象很不好的一个国家 呃给外来物工者很不好的印象 我们也不希望哪一天他在跟他的嗯朋友啊 或者说国外的其他人 讲述这一段不好的不美好的一个经验的时候 嗯就是把新加坡讲到一个很糟糕 嗯好像充满了牛滚蛇神 很可怕的这样的这样的事情 那啊我我我的这个角度呢 就是我是觉得出于正义了 我是想要为这个朋友发声 然后呢主要就是提醒我们啊 外来物工者在租房子的时候 会我会提醒一些注意事项 呃就是这样那呃也是同时要提醒本地的房东 在租房子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 不然的话你可能也会有麻烦 好那这个事情呢我会按照这个timeline呢 去讲这个经过 那希望也能够帮助大家判断 数是数非了 那这个朋友呢 他是在12月份的时候呢找到这份在新加坡的工作 那么他确认了offer之后呢 就在1月1号的时候呢着手找房子了 那在找房子的时候呢 他本来是看到有三个可以考虑的 但是最终确认了这一间 就是因为这一间呢居住的人不多 然后大家共用呃洗衣机呢人也比较少 那在他入住之前呢一共就是目前加上房东这对夫妻来说呢 就是才四个人 他觉得还蛮合理的 加上他才五个人 就是没有超过那个呃 hdb租屋呃六个人的那个限制嘛 那么他呃跟这个屋主确认确实能够报地址 呃之后呢 他就很放心的就confirm了 那在呃1月6号的话呢 他就呃从台湾呢坐飞机来到新加坡了 在这个他的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来到新加坡了 那呃就是入住的当天呢 就跟这个屋主谈合同的事情 但是屋主很奇怪哦 屋主很奇怪 他就是不给他合同 然后并且呃讲说我们不需要签合同的 不需要签合同的 你住到几时就几时了 那他就觉得有点奇怪 就问这屋主讲说那这样子ok了吗 那屋主说没问题的 我的租客都是这样子跟我租的了 啊你就住到几时就是几时啊这样的 然后呢 呃但是他还是有点不放心啊 所以呢他就就是啊 在呃交了一个1400块之后呢 就让这个屋主在whatsapp上面跟他跟他confirm確认收到 他觉得这样子至少能够留下一些这个证据吗 就是说这1400块是一个月呃700块这样的一个租金 然后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月的押金 因为新加坡租房子都是这样的一个月的押金 跟头一个月的租金要先还的 所以一共是1400块 那他每个月700块的租金谈好的是包水电的哈 注意哈他是谈好是包水电的 好那谈好这些东西之后啊 交完钱之后也whatsapp确认之后呢 他就啊也不宜有他了 那当然这个呃屋主呢 他是讲说你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呢 你自己找一份合同来print了 那呃你自己找这个合同吧 那因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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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呢 他第二天就要工作1月7号这天就是就要开始工作了 他也很忙然后就没有去着手找这个合同 然后另外这个合同因为他也不不懂当地的一个租房子的一些相关的法律什么这些条规之类的 所以他也就想说反正屋主这样讲了 他也没有想去找这个合同 好 OK 呃1月7号他开始工作工作真的很忙 他没有时间去搞其他东西 然后但是呢 他1月8号的时候有提醒这个屋主说你要给我报地址哦 他屋主就讲没有问题 好 那直到1月15号这天呢 呃他的雇主中介来跟他跟他讲说 哎 你的你的屋主有没有给你报地址啊 那他就跟着屋主确认一下 屋主说哦 嗯 要需要我给你报地址吗 OK 那我今晚帮你报哦 OK好 已经答应了 但是直到1月18号 他的他的那个雇主的中介再次提醒他说 哎 好像你的屋主没有给你报地址了 这个签证这个那个啊 你的web permit下不来啊 啊 没有好像你屋主没有给你报地址哦 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说他屋主根本没有给他报地址 那他就去找这个屋主嘛 如果找这个屋主 那那屋主就是还是好像那种孕孕的状态 就是就就好像就是就觉得这个事情 为什么要我来给你报地址 这样一个一个一个状态啦 那他就是很不开心嘛 他就在这边核实啊 确认这些信息 然后19号的时候 他的雇主就通知他讲说这个这个web permit下不来 就是真的是很有可能是屋主没有报地址造成的 那他就跟这个啊 就是就跟他讲了 说这样子的话呢 你20号就要出境了 因为没有work permit的话呢 你最多只能逗留14天就必须要出境了 OK 那他就去找这个屋主理论嘛 就讲说你看你没有给我报地址 那导致我明天必须要坐飞机回去台湾了 那屋主就讲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那你要你要明天回去你就回去嘛 这个跟我没有关系的 你要出境你就出境了 那是你要终止这个租房的合约 跟我没有关系的 那他就讲说你要退给我的这个押金啊 还有剩余的租金 那屋主就讲说我押金你你你不要跟我炒押金 然后你如果跟我炒押金的话 你现在就就就走了啊 就现在就搬走 那当时因为已经是19号很晚了 已经是差不多12点了 那这个房客本人他也是有点怕怕的 因为这屋主当时找他理论的时候 据说也是就是刚冲完凉 然后就是光着上身 然后也是很凶 然后就跟他讲说你要是再跟我炒押金的话 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搬出去 所以他也是怕怕的 而且他第二天也要坐飞机嘛 所以他没办法只能是pack 然后赶快就是pack行李 然后第二天20号就就搬走了 那个屋主呢 有在19号的时候呢 跟他讲说会算完水电费呢 就是把其他东西啊 就是会把剩余的钱呢退给他 但他因为当时一开始谈的是包水电的吗 所以这个这个租客就讲说 你不是包水电的吗 那屋主讲说你提前搬走了 我不给你包水电了 就是包水电这一条也也就被推翻了 也不承认了 然后讲说我会扣除掉包水电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 换大门锁 他讲说你先搬走了 所以我要换大门锁 说换大门锁的钱也要你还 而且以前我算好了之后 会把剩余的东西 就是把剩余的钱退给你了 那所以没有办法呢 20号他就要第二天就要坐飞机走了 所以19号他就赶快派行李 然后20号就退房了 那在退房这一天呢 屋主也是不懂是不是故意啦 就是没有跟他交接 他把锁石留在一个地方 这样子他就退房就走了 那嗯他也是他也是就是担心啦 所以他也是有留心一下 就是把这个退房的时候状态呢 拍照片留存了一下 好20号时候 他退房离开新加坡的时候呢 也是他第一次来找我 来跟我讲这个事情 那当时我是觉得我是跟他讲说啊 就是劝他好好跟屋主沟通啦 希望能够顺利拿到自己的租金这样子 那他21号呢 我已经回到台湾之后呢 他就跟着屋主沟通 屋主也不要理他的 然后呢屋主就发一些图片 就讲说啊 这个屋子厕所很脏啊 然后就是找毛病嘛 就是说什么这个也很脏 那里也很脏啊 很糟糕啊 要扣这个扣这个钱 扣钱 然后呢啊 他就讲说 因为因为厕所就是没有给他那个刷子放在那边嘛 而且他走了也蛮紧急的 所以那个马桶没有就是说刷的非常干净啦 但是其他的东西真的很干净了 那那这个房客他也是有发图片给我看 确实是蛮干净的 但是这个屋主呢 就是就是讲说啊 很脏 然后我要啊 你要如果不回来洗这个厕所的话 那我就只能花钱请啊 请人来清洁了 那这个钱是要从你的啊 啊 押金中扣的 然后他觉得很不合理 他就是跟这个屋主也沟通了很久了 嗯 然后就跟这个屋主就尝试沟通了 但是呢 呃 直到今天了 这个屋主也是没有退给他这个押租金 呃 这个部分 然后啊 这期间他去找了很多地方 然后啊 去找hdb啊 找小额法庭啊 找啊 消费者协会啊 可以说就是也是帮助不大啦 因为呢 呃 首先他没有签合约嘛 没有签合约的话 呃 就是小额法庭的话 基本上你不签合约 这个事情也很难判定啊 然后消费者协会更不会管 因为消费者协会就是啊 他是嗯 不会处理个人跟个人之间的一些债务纠纷 他是要处理那种就是啊 有产生合同的 比如说有通过中介啊 就是有签这个合同的话啊 如果有被扣的话 他就可以就是去去啊 就去汇报到这个消费者协会 因为他是没有合同嘛 所以说小额法庭也不管 然后那个啊 消费者协会也不管 然后那个他呃 呃 他report给hdb呃 这个建务局呢 hdb建务局就是讲说会调查啦 所以目前这个阶段就是hdb建务局 还在啊搜搜集证据在调查的当中 但是hdb建务局至少目前表态说 这个屋主确实有可能涉嫌是呃 故意造成短租这种情况 因为确实是没有帮他报地址嘛 呃 就是认定说有呃 确实涉嫌故意造成短租这种情况 好 好那就我们所目前了解到的这个这些情况呢 我这边呢呃就他这个案例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啊 首先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报地址 这个报地址呢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屋主没有给你报地址的话呢 可能直接会导致你的呃 vapermint呢最终批准不下来 因为你没有一个合法地址 那这个就会导致你在14天内呢 必须要出境 那目前就我了解的是呢 wp还有sp的话 入境之后7天内呢 必须你的屋主必须要帮你报地址 甚至其实这个报地址呢 在你入境之前就要跟屋主确认清楚了 那如果这屋主的租房子的人数达到了 就是啊超过6个的话 你就不可以跟他租了 因为报不下来地址的话 会导致你的wapermint拿不下来的 那确认清楚了 你才要租这个屋子 然后入住之前你就已经要提醒屋主呢 要帮你去跟htb报地址了 那就算最迟的话呢 在你入境之后呢 7天之内 这是我跟htb确认的 7天之内 在房客入住7天之内 这个屋主呢 是必须要给房客呢 承报地址给htb的 不然呢就会涉及到呢 非法出租 这个非法出租的话呢 后果是会很严重的 轻则罚款 重则可能会回收你的htb组屋 所以呢各位房东也是要很注意了 像现在遇到这个问题 这个房客呢 他就是确实是有这样的遭遇 就是导致他14天必须离境 但是这个屋主 很可能会面临非常重的惩罚 所以呢 大家在这一点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的 第二点呢 就是通过中介找房子 非常重要 那这个 这个呢 也是这位房客呢 这次犯的错误 因为这次呢 是他第一次 从国外来到新加坡工作 他不太懂 但是尤其就是因为 这是第一次 过来工作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 尽量通过中介找房子 因为只有通过中介找房子 那么这笔交易呢 才可能受到消费者协会的保护 因为涉及到消费者权益了 才会受到消费者协会的保护 那如果你自己跟屋主之间的 这种个人跟个人之间 签的这种所谓的合同的话呢 消费者协会是不管的哦 因为他不是 你不是一个消费者 是你个人跟个人之间的 消费者协会是不管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你通过中介租房子 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中介的租客的话呢 房东其实要搞你的话 很容易的 他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呢 难为你 你也不要指望 靠你一己之力 能够啊 就是让他去贵还你这个钱 因为当钱放在他手里的时候 他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扣你的钱 但是如果有一个中介 有一个当地 懂得这个当地的租赁法的中介 来保护你的话呢 就会防止这种无良的屋主 故意苛扣你押金的一个情况 而且呢 通过中介的一个好处是说 就算是有什么纠纷的话呢 你不必请假去 自己去跑 去去上法庭啊 等等这些事情 就由这个中介来帮你处理 你可以通过email的形式 让这个中介告诉你 现在的一个进程 你只需要知道结果就好了 那这个中介你自己这个啊 租客部分的中介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相信呢 房东那边的中介 因为房东的中介 他是不会保护你的哟 那这个呢 其实就啊 像我之前的那个租屋经历 就充分说明了 因为我自己没有租那个中介嘛 那个中介是对方的中介 到最后就是万般的 就是难为我了 那如果说涉及到这样子的一些 就是租屋子的 就是跟中介本身有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呢 呃 就是控告到CEA这个组织 就是啊 对于新加坡的房产中介的 一个管理的一个啊 管理局 那他们是会管理新加坡 所有的啊 中介经纪人的 好 那这是中介这个部分 第三点呢 签合同非常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 这位朋友这次吃大亏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呢 听信了房东的 这个啊 欺骗啦 就是讲说不签同合同也OK的 不签合同很不OK 不签合同 就是会导致你连上小额法庭资格 也没有你去维护你的消费者权益 就更没有可能 就是至少至少你要签一个 你跟屋主之间的合同 我有一再的问那个小额法庭说 如果真的就没有合同 但是是有这样子 他从whatsapp上面有 就是屋主有确认说收到这笔钱 这个租赁事实确实存在的情况下 那么租客能不能够得到保护呢 那么那个啊 当时那个officer是跟我这样讲的 是说不能保证 是要看法官的判定 是要看法官的判定 也就是说什么呢 有合同肯定是更有利的 没有合同的话是非常 非常的被动的 可以说有可能法官就是一看没有合同 可能直接就会驳回你的这个请求 懂吗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说你签合同 就是至少你跟屋主之间 这个签这个合同的话 能够证明你跟屋主之间 确实有这样一个纠纷存在 你就符合上小额法庭的一个资格 就这样子的话 法庭可以帮你判断 就像这种小小额的这种民间纠纷的话呢 小额法庭是可以帮你去判断 帮你去维持公道的 那没有合同的话 真的是很难办的 所以说合同非常非常重要 对了 在小额法庭这个部分呢 我要提醒一点呢 就是小额法庭呢 它是有一个网上的一个网页的 我会在说明栏里面呢 备注一下 就是当你有纠纷的时候 你可以先在那个网页上面呢 去file一个 就像一个report啦 就是去请求 法官介入 小额法庭介入你的这个纠纷当中 那 当然了 这个后续上小额法庭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 好体力 好精神 好财力的一件事情 因为 上小额法庭的话呢 就是首先你要准备很多东西 而且他这个开庭时间 至少也是要一不多月以后了 像这位朋友面对的情况 他是不得不离境 那除非他能够回来 不然的话呢 小额法庭 他不去的话 这个事情也是没有判决的 懂吗 而且去小额法庭 如果因此去浪费 飞机 就是要花费飞机票 差不多也要千块的情况下 他要的金额才一千块 也是好像得不 就是不值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可能很多房东会 会抓住这个把柄 就是故意苛扣 因为他仗着你 可能很难回来 而且你租客在 想要寻求自己的权益的时候 真的是要浪费很多的物理财力 就是难度真的是非常大的 小额法庭这一点呢 对于就是 你还是居住在新加坡 如果你是有一些纠纷的情况下 在你没有离境的情况下 你至少是可以赶快去申报的 那对于已经离境的朋友 你就自己去权衡 权衡一下 看值不值得了 就真的没有办法 第四点的是签合同要非常清楚 在网上去找一些访卖了 但是我从小的法庭里面得知的是呢 这个合同呢 不一定要一个固定的一个访卖 一个格式来的 就算是你跟他之间的 就你们两个贵的一些东西 很很很 不是很正式的写上去 也都OK 如果你想要更方便一点的话呢 网上有那些就是租房子 那种Tennessee agreement的 一些basic的 basic的一个访卖在 如果你想要做一些更改的话 可以在上面做一些更改 就那边至少有个最最基本的 在新加坡租屋子的一个 好像guidline这样子 你要注意什么东西 那在新加坡租房子呢 签合同 一定要当心这样几个细节 第一点呢 就是这个合约上面呢 一定是要有房东跟租客详细的名字 那这个名字的话呢 一定要是跟大家的IC上面 或者说你的travel documents 比如说护照上面是match的 好 第二点呢 就是一定要跟房东去verify他的IC卡 就是新加坡本地人都是有IC卡 或者是不是本地人 任何人的话 你都会有一张一个自己的身份证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卡 你都会有这样一张卡在的 那房客最好是呢 把这张卡拍照下来 因为很多屋主呢 他们一定会拍你的IC 或你的travel documents 但是呢 好像屋主好像有一个比较优越的姿态 就是你凭什么来看我的IC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拉下脸 一定要跟屋主要看他的这个IC 甚至要拍照留存 因为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在后期比如说 一旦设计到你需要维权的时候 这些都是 这些信息就可以帮助到你 好 第三点呢 是一定要核对地址 就是这个屋主租给你这个屋子呢 他是哪一哪一个block 然后是几楼几号 一定要跟这个合同上面写的是一模一样的 一定要match的 不然就会涉及到呢 非法的就是地址 这样子会导致你直接准证被割 你的工作就做不了 被需要离境的 第五点是租金多少要写得很清楚 然后包括是这个租金是几几 呃呃呃 是每个月的几号去还 然后呢 啊 甚至就是水电费包括包括 网费 怎么算 这些全部都要写得非常的清楚 像这位朋友他这次遇到这个情况 就是屋主一开始讲说报水电 后期不就不包吗 就反悔了吗 所以你没有合同的话 没有写清楚的话 这个就很难讲了 大家都是口头协定的 第五点呢 是退定金还有押金的这个条件 大家要写得很清楚 比如说呢 呃呃 是否需要就是提前一个月来告知 呃 那呃 屋主一方是呃 是提前多久告知 房客要提前多久告知 目前在新加坡的情况 一般都是呢 要呃 大家都是要提前一个月告知的 第六点呢 就是呃 房规 屋规要说得很清楚 这个规是规则的规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屋主呢 他租给你这个房子 有什么样一个他自己的一些这个规则 比如说呃 不可以养宠物啊 不可以抽烟啊 不可以有visitor啊 呃之类的 呃屋主对你的要求的话 要写在里面很清楚 有什么你不不合 觉得不合理的 要在当时沟通 把它给去掉 因为这些东西一定要写清楚 因为不然的话呢 屋主可能在退房的时候 就会以你违反了什么什么东西 去扣你的钱 好 第七点呢 就是退房条件 或者说节约条件 要写得非常清楚 像一般呢 屋主都会写说 在退房的时候 要保证这个屋子的清洁 还有就是说要回复原貌 那这个回复原貌这边 或者说清洁这个部分 就一定要当心啊 因为清洁这个东西呢 是很主观的 那如果屋主不提这个清洁 这个部分会比较好 如果有提的话 你一定要当心 这个清洁 他是讲说清洁到什么样的程度 都要很仔细的写出来 那这个房客呢 他就遇到这个清洁的问题 就是说啊 你这个屋子啊 很脏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其实老实讲说 就这个房客 发给我的图片来看 真的不脏 真的不脏 就很整洁 真的不脏 那这个屋主呢 他挑出来的毛病 就是说马桶没有刷 其实老实讲说 我们老实讲说 我凭良心讲说 只是马桶没刷的 这个问题的话 是多大的问题吗 马桶脏就老实讲 如果是我是房东 我就自己拿个那个洗测剂 我就刷一刷就好了 就这么一点事情 又不是说马桶给你做坏掉了 又不是说有大便在上面 还是怎么样 就是就是只是普通的脏的话 你就可以清洁一下就好了 那用这个只是只是马桶脏 这个理由扣掉人家 一千多块新币合理吗 真的我跟你说 清洁真的是个很主观的事情 他可以因为你不清洁 然后可以可以全部把你的押金都给扣掉 都有可能的 像这种事情 我在我之前的一个视频中也有提到了 我甚至有些朋友在退房的时候 被屋主扣掉了几千块的租金 所以这点真的是要注意的 恢复像恢复原貌这一点呢 也是要当心 你如果一旦提到恢复原貌 其实这个是OK的 很多新加坡的合法的合同里面 很多都会提到 就是说要在退房的时候恢复原貌 但是呢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恢复原貌是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 如果你啊 比如说你租这个屋子一年两年 你想要恢复到跟原先一样 完全像新的一样 这个是不可能的对吗 一定要一定会有一些那种 wear and tear的这种情况 那这个恢复原貌的这个 这个部分呢 一定要写得很清楚 因为真的是会有那种很规模的房东的话 故意拿回恢复原貌 一旦是要在合同里面体现的话 房客本人一定要注意呢 要去拍照 就是在你入住的这一天 要拍每一个详细的细节 一些角落也好 一定要拍得很清楚 这个屋子里面有什么东西 哪个角落里是什么样的 桌子是什么样的 如果哪里哪个地方 你发现有些磕碰之类的 像我之前不是遇到个问题吗 就如果有什么磕碰的话 第八点呢是房屋里面提供什么样的这个家居物品 这个清单一定要附在那个合同的里面 提供给你的这个东西 它列的它列的很清楚 然后你要仔细的检查说 里面有没有提到 就是你的屋子里面没有的东西 就是一定要对清楚 这个checklist一定要对清楚 好 第九点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个合同的一定要交印花税 如果没有交印花税的话呢 后期连上小额法庭的一个资格都没有的 这个房客呢跟小额法庭了解到的 就是说这个合约不只是要有 而且呢要有这个印花税这个部分 如果没有印花税的话 根本连上小额法庭的资格都没有的 而且你如果没有合同 没有印花税的话 老实讲说屋主基本上没有在怕的 因为去小额法庭 你基本上也是很难赢的 可能他讲说 据他的观察和判断 他觉得这个屋主呢 根本就是个过完犯来的 就包括他入住的时候 屋主跟他讲说 上购租客走了之后 也是换大门锁的 然后换大门锁呢需要他还钱 他就觉得这个很奇怪 然后呢包括这期间呢 他都确认好 一开始是确认了可以报地址的 到最后屋主却出而反而不给他报地址 那包括呢一开始屋主就是答应他是包水电的 到最后包水电也不承认了 那甚至在他退房的时候呢 刁难他当晚甚至驱赶他 让他有这个流落街头的这个风险 甚至在他离开之后呢 以什么清洁啊各种各样的借口 故意苛扣他的押租金 所以老实讲说这一次经历对他来说 真的是蛮糟糕的一个一个经历啦 他也是很失望的 他跟我讲说 其实他是抱着很大的期望 来到新加坡的 他非常喜欢新加坡这个这个城市 这个虽然小 但是很繁荣的一个国家 然后甚至他讲说 他非常喜欢我们的国父李光耀先生 他讲说这次的经历 确实是让他蛮失望的啦 嗯他是希望分享出来这个经验 提醒到提醒到大家 确实是有这样的黑心的房东存在的 那我个人的观点呢 就是这个事情 通过我所收集到的证据来看 确实这个过错是在屋主这方的 就是说导致这个租房合约解约 这个责任是在屋主这边 但是屋主呢 却是嗯 胡搅蛮缠啊 就是蛮横无礼啊 故意的去 嗯 利用 嗯 房客必须要离境的这样一个事情呢 故意苛扣人家的押金 然后仗着房客轻易回不来 就不退人家的押租金 然后仗着没有合约 就随便房客怎么样告也不害怕 我觉得 真的 真的很糟糕 这样真的很糟糕 这样子 这样子外来物工怎么敢再来新加坡呢 怎么敢再跟当地的房东租房子呢 你这样子一个人的行为 会导致很多人的屋子租出去 懂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今天就把这个事情分享出来 让大家注意 跟当心有这样的情况存在的 其实对于外来物工者的话呢 嗯 如果你不清楚 本地的一些租房子的法律法规的话 嗯 在这一点上真的是很吃亏的 那嗯 一旦你没有签合约 像这位朋友一样 一旦你没有签合约 嗯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可以保护到你 然后尤其是在你被迫离境的情况下 你不能够轻易回来 那就可能会被利用 嗯 这一点 嗯 弱势就会被 嗯 恶意的吞掉你的押租境 所以呢 今天分享出来这个视频呢 就是要提醒大家这些点 嗯 希望呢 我是希望呼吁了 就是大家呢 对 呃 外来物工者 尤其是弱势群体呢 希望大家能够对他们公平一点 就是你你只要问自己两个问题 是你这样做对吗 你真的不怕受到惩罚吗 第二点就是你假设你的啊 你的假设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好朋友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啊 物工 然后找房子的话 你希望他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经历吗 你只要问自己这两个问题就好了 今天分享出来呢 嗯 这位朋友的遭遇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那希望这个黑心的房东呢 能够得到应有的惩罚 那我知道呢 这种这种现象呢 肯定不是一粒两粒的 确实是有这样的黑心房东去会坑钱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也希望呢 嗯 能够啊 有更少的一些受害者了 目前呢 这位朋友呢 已经是呃 去到另外一个国家重新开始 已经找到了工作 然后呢 他现在租的房子呢 也是他的雇主呢 给他呃 单独的一间 然后呢 他的薪水现在也不错 嗯 他那个房子的view 他有发照片给我看 他房子的view都很美的 那嗯 老实想说 嗯 我今天感到高兴啊 嗯 也是很遗憾 他在新加坡有这样一个经历 那也希望我为他发声 能让他感到最后一点点的温暖 好 那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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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